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,台南市府日前公告李林边整,影响明年里长选区,加上议员选区合并,势必冲击选情。 台南新衙秘书长吴慧如更说,这可让青年有望出头,对此各党部皆有不同看法。 吴慧如指出,安平或中西区等小选区以往都只有两席,其次容易被资深的议员垄断。 国民党和民进党更常妥协各纳一席,但合并为大选区,渴望打破传统就势力,让各党的青年都有出头的机会。 尤其在情势震荡布局尚未完善的情况下,明年是个好机会,否则五年后将更难选。 尽管选区过大会分散服务能量,但这对新人而言势力大于比,反而可以拉近新人与老将监的差距。 国民党是党部主委谢龙介也有相同看法,大选区对新人较有利,空间较多,因此常见到年轻人出现。 只是这一次合并的选区还不够大,像是台北市仅有六个选区,每一区因选人数都在八人以上,就常出现新面孔。 不过,民进党是党部主委严传所则认为,选区扩大对青年的影响还要再评估,但个人条件比较重要,最终还是回归努力、能力和学精力。 时代力量日前公布,全台议员提名选区将于台南东区安南及永康区推出人选。 南市党部办公室主任陈彦如表示,长期来说,这项改革对地方绝对有好处,只是短期内影响不大。 不过,他也强。掉不论选区如何调整和改变,实力都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努力拼选战。